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帶給大家崩壞星熊鐵道 平若康尼2.1版本最新攻略 星熊鐵道貼紙全體收集 2.1新增夢境護照全收集 第2批 十三 叫這個 大夢中的小人物 然後呢大家看到 這兩個貼紙呢是默認解鎖的 然後筆記的地圖 帶來到昭露公館最下方 迎賓處這個矛點 到了這個矛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 東北方向魔往前走 這我要康娜的NPC跟他對話 開啟鐘錶把戲 這邊的話呢把它調整到這個 碑玉 可以拿到這個第三輪 這個東西 拿完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上角 西北方向往前走 要里奧的NPC跟他對話 這邊的話呢 把它調整到這個碑玉 這邊拿的話呢 是第十一輪 然後呢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 東北方向走過來 這個亨德列克跟他對話 好 把它呢調整到這個 憤悶 這邊給的是第20輪 好 對話完之後來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 東南方向 我們走過來 和這個布林娜對話 為什麼放到最後呢 因為他這個比較長 好 開啟鐘錶把戲 這邊選擇這個 歡心 好 對話話拿到這個第8輪 好 拿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啊 大家來到我們上方 悶竹大廳這個矛點 到了矛點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上方北方向 筆直往前走 走中間這一大門 上樓梯 開了門之後 在我們的左手邊 有個NPC 叫這個麥考先生 跟他對話 好 這邊使用我們之前剩下的這個 悲慾齒輪 2.0剩下的 好 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會開啟這個鐘錶把戲 好 對外畫之後呢 打開地圖啊 先來到我們下方 悶竹大廳這個矛點 好到矛點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左彈角西北方向 這個小門 往前走 上到這個二樓 前方這個門內 走進來 到這邊的這個 立體空間中 好 進來之後呢 左前方 先摸到這個夢炮充能 好 摸到充能之後啊 看到小地圖左彈角西北方向 直接過橋 那大家這邊任務和寶箱肯定都搞完了 才來弄這個夢境護照的 這邊這些地方都不講了 直接帶大家走了 好 走過這個橋之後 看到我們這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躲一下這邊的怪物 在這個牆角處 再用一次充能 換到這一面牆來 好 面前呢就是他的這個兄弟了 好 打完他兄弟之後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右上角 點擊 返回 然後選擇這個 夢主大廳 這一個錨點 到了錨點 彼此往前 進入到這個城市沙盤中 好 進了沙盤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左上角 西北方向 跟著這個任務指引的方向 去找他的姊妹 好那麼找他對話的話呢 我們需要 提交到一個 酸夢牌軟糖 如果說 背包裡面沒有的話呢 我們打開這個 黃金的時刻 左邊 甜蜜藕這個錨點 向下走 這邊有個爆米花 餐車 在這邊可以買到 來看他對話 好 這邊對話完 打開地圖 右上角 選擇 返回 還是來到夢主大廳 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彼此朝著小丘上方 北方向往前走 還是中間這個大道 向上 進了門 左手邊 跟他對話 好 來到這一張城市沙盤地基 和一個限定遊戲幣 好 對話之後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還是來到招路公館 中間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 加號 點一下 就可以直接傳送到這個 城市沙盤了 傳進來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 左上角 西北方向 大家看到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在這個 小天台這邊有一本書啊 是這個城市沙盤 卡座 好 拿到之後呢 大家在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中間的這一個 氣泡彈珠機 做主線調過啊 這邊直接發射 可以給我們發射到這個二樓來 上到二樓 在我們這個角色右手邊 就是下一個這個貼紙 好 拿完這個貼紙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西方向 如果這邊門沒開的話呢 從我們現在這邊 繞一圈過來就好了 繞一圈過來之後 記得把 這個門 這個閘口 這個地方開一下 好 然後呢 再過來做這個 氣泡彈珠機 好 那麼這個彈珠機 大家看到 有兩條路線 一個是左邊的 一個是右邊的 那大家先調整到 和我這個一樣的 123 用到這三個機關 調整和我一樣的 先發射到 右邊去 好 發射過來之後呢 面前 有一本 直接撿起來 這個是砂盤廣告 撿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 做這個彈珠機 往回發射 好 發射回來之後呢 我們再回頭 做這個彈珠機 這一次我們需要 把這個路線 給它改掉了 來 這三個都給它關閉 好 首先第一個不開 穿過去 第二個機關 開啟 第三個機關 開啟 大家看到這個 激光方向 如果和我不一樣的話 自己手動旋轉一下 這樣子這條路線就可以了 好 到這邊之後呢 朝著我們的 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筆直往前走 左邊有一個怪 我們跑過來 邊上有一個 高亮點 我們調查一下 這邊調查完之後呢 我們打開地圖 右上角 點擊 返回 來到 昭露公館 最下方 迎賓處 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 左上角 西北方向過來 這邊有三個小酒瓶 旁聽一下 好這邊 隨便怎麼選都可以 那總之 對完畫之後呢 來 還是來到 昭露公館 中間 夢主大廳邊上 這個加號 點一下 傳送到這個城市沙盤 筆直往前走 做這個彈珠機 先上到這個二層 先上到這個二層 這個高亮點 調查 這樣子呢 就可以把這個 小鳥拽出來 然後拿到我們的下一個貼紙 包括還有一個成就 然後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右上角 返回 然後呢 選擇白日夢酒店的夢境 到左邊 大家看到到這一個 貴賓休息室走廊 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和這個NPC對話 開啟鐘表把戲 剩的這個憤奔還有很多 直接解鎖這個錨盤 好 都要畫之後呢 開啟這個鐘表把戲 按下V鍵 追蹤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白日夢酒店 大家看到 右下角 這個地方 珍藏之類 擬造花惡 這個錨點 藏過來之後呢 朝著小區上方 北方向 往前走 然後直接在路口 左拐 走到最底下 然後左拐 就可以找到這個NPC了 好 打完過來之後呢 再和他對話 好 這就已經完成了 比較簡單 到這個13 大夢中的小人物 左上角貼紙給大家看 這邊就已經 全部都解鎖了 那大家不要忘記使用貼紙 把它全部都貼上去 然後 領一下獎勵 上一批忘記跟大家說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邊是要把這個貼紙 跳100% 右上角在這邊 零去獎勵的 好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 3 4 5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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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